雖然普京輸掉俄烏戰爭的大勢已定 但怎樣輸法變數仍然很大 變數的來源不單止一個 首先能看到的就是戰士本身的發展上難預料 而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來源 就是西方必須面對這樣的一個政治現實 就是普京和習近平綁架了兩個大國 特別是綁架了兩個偉大民族的身份和文化尊嚴 也就是說普京和習近平還能夠利用這個現實 動員相當的國力和民力 不單止被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帶來重大損失 也都被世界秩序帶來巨大衝擊 也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 還有不少人相信習近平還是能夠利用美國和西方的弱點 逼西方做出重大讓步 拜登以各種方式不斷尋求和習近平對話 終於繞開了氣球事件的難題 讓蘇利文和王毅進行了深入的對話 並釋放出美國願意推遲一些制裁措施的信息 這樣讓習近平的支持者更有信心 但是更多事實表明 美國和西方對普京和習近平已經不再有天真的幻想 而是做了最壞的準備 這裡說的包括核大戰爆發的準備 對不少華人來說 他們難以理解的是 既然是這樣 美國和西方為何還要不為餘力地保持和中國溝通的各種渠道呢 這究竟是一種策略還是陰謀 或者因為恐懼而肆虐呢 我的理解是 近幾年和中國打交道的挫折經驗 令西方對中國有了兩個重要的認知突破 第一就是雙方的價值不僅存在根本性的衝突 而且中國對西方價值的挑戰 具有前所未有的顛覆性 這是價值自信的西方以前沒有想到的 第二就是 但是中國堅信西方的衰落不可避免 因此西方願以為理性交往可以改變中國人的想法 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既然如此 西方堅持與中國當局保持溝通 又意在何為呢 我的看法是 西方越來越懂得利用中國文化的面子和女子的概念 來與中國打交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這個首先是因為講道理經常行不通 而不跟中國打交道也行不通 講道理行不通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越來越專制的中國 越來越算不清自己的帳 比足習近平面在某種程度上 有助於西方幫助中國對自己的得失 搞得明白一些從而擴大西方和中國 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的合作可能 問題是在獨裁者的個人得失 完全綁架了整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 還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呢 這是一個只有通過實踐和嘗試才能回答的問題 這種努力的策略性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西方一定要盡最大努力疏離普京和習近平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個很難說是陰謀 因為這樣對習近平甚至對普京個人都並非注定就不利 原因就在於西方的政治領袖非常明白 後普京和後習近平時代的世界秩序 有可能是天下大亂的局面 因為普京的軍事泡沫和中國金融的龐氏片局都在破滅之中 這兩個人自欺欺人加上相互自欺 導致極為嚴重的全球性後果 而他們絕不可能收拾自己造成的爛灘子 因為這樣我所理解的西方和中國博弈的新階段 就是在對彼此的價值衝突和文化差異高度治國的基礎上 西方文明聯合所有接受民主價值的力量 調動各種可能性 自我救贖以減少中俄兩個大國失聚 被世界帶來的風險和災難這樣的一個新格局 這是一個非常態的格局 所有玩家都可能犯致命錯誤 並加劇全球性的災難 但我相信西方文明和價值將會再次經受考驗 而中國文明也將在劫難之後獲得新生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胡瑞南 我是胡瑞南 我們在當時運措施 associ本期發表 快看 區 第 reported